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气温是23.7度 湿度是89% 就很低 弄得我都有点害怕了 因为我今天没带睡袋 那个为什么呢 为了减轻重量 然后好在多带了一些衣服都穿上 把外张一会也套上 哎呀 特别累 这个我是露营啊 就是相当于恨不得把家都搬过去 所以带的东西特别多 大大小小的 值钱不值钱的 吃的喝的都有 但这次唯一的就是没带这个春秋帐 这个四明山这里边 我这次走的这条道是 仰天湖这边一个步道 国家健身步道 那这条道呢 他们那些这个徒步爱好者啊 他们大概是三个多小时就走一走一圈吧 这条道 一共9.65公里吧 仰天湖 还有水帘洞什么的 我呢 是因为这个太重了 我算了一下 我大概这个带的东西大概35公斤以上 70斤 所以呢 走一公里都很难受 所以我今天呢 就碰上雷震雨嘛 就直接就在这先休息了 虫子特别多 下午这个雷震雨啊 我露这个打雷 露了半天 我害怕打雷 有点 我就没敢支这个帐子 因为这个支撑钢不有金属的嘛 都不打雷了 我才把这个天目支起来 支天目的时候啊 那会儿开始下雨了 偶尔还打个雷 这个周边全是那种 就是那种各种各样的昆虫 我感觉有十几万只昆虫 十几万只昆虫 还有它这馋的叫声啊 也特别的亮 很瘆人的那种叫声 齐鸣可以说 整个弄下来的话呢 就是下午三点多到五点啊 比现在这个背景声音 大家听听现在的背景声音 比这个声音要大几十倍上百倍 哎呀 我都想专门录这种背景的这种背景音了 后来呢 实在是太累了 呃 抽筋了好几次啊 这个没干过 最近没没出过这么大力啊 这个七十三十多公斤以上啊 走了好几公里 呃 好在呢 这个现在是凉冠下来了 那一会儿就早点休息过是 呃 那么我看现在温度多少 那温度还是挺低的 二十三度 二十三点七度 还挺吓人的 我这个晚上还得惊醒点 呵 别低温了 呃 很多人露营啊 其实 大多数露营呢 就是在露营基地啊 还是挺安全的 我是喜欢野营 露营基地也去 跟这个收费不收费没关系 主要是这个露营基地啊 就是这种收费也好 不收费也好 人特别多 而像这种野营的地方呢 相对人就少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离这个十字库 大概有五六百米 这十字库呢 是有一个房子的 我看来的时候还有几只养狗的 可能那个也是有点人 然后周边的村呢 都比较远了 周边村大概有四五公里吧 四五公里可能是有村镇 然后到这个仰天湖的那个度假山庄 大概有三公里 三公里差不多 这是一个山谷 所以温度比较低 周边呢 白天那个也拍了一段 全是这个餐天的这个松树啊 那么最粗的我看得有小半米粗啊 很 很 就是很有看头 另外呢 就是这个野营的话 还有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空气确实好 水也好 我来的时候呢 还带了这个水净化设备 就是一个过滤器 再加一个反渗透过滤器 两个组合到一起呢 就能把这一般的这个浑浊的水呢 能做到这个固形物含量低于四十 然后这个小溪里边水 我当时觉得好像有点浑 但是盛了以后 用那个用那个比翼梁 它是二十四 就是固形物含量二十四 就是溪水很清澈的 所以我就没过滤的 直接烧开以后就可以用了 明天呢 会换个录影地 因为今天啊 虽然录今天是上传不了 这个地方没有手机信号 移动的没有手机信号 然后连通的呢 偶尔有一格 有一格 但是呢 数据也不快 所以明天我要找一个有信号 有阳光的地方 能充电 在这准备待个两到三天以上吧 看看 啊 行 今天就简单聊到这儿 一会儿准备休息了 拜